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3月22日 我們馬來西亞有MCU的規條 Movement Control Order 我們每個人都在家裡 所以我們在家裡 怎樣做敬拜呢 感謝主我們現在發覺到 有一個新的方式 我們可以在家裡做敬拜 在家裡的時候 我們有電視機 我們有YouTube 我們可以放下敬拜 剛才我們敬拜了十個小時 我們在家裡敬拜了十個小時 現在就是廣道時間 我們在這裡 我跟大家分享 在這幾天的家裡 我看了很多很多的訊息 聽了很多很多的訊息 在這個訊息裡面 神給我一個體驗 我跟大家分享這個訊息 這個訊息叫做 律法而恩典 來說瘟疫 我們今天的瘟疫 你們來看看這個 律法而恩典 說瘟疫 什麼叫做律法而恩典呢 律法而恩典呢 事實上是在說我們的主耶穌 就是在我們《約翰福音》第一章十四節裡面 他們說道聖了肉身 因為道聖了肉身 因為道聖了肉身是哪個鬼來的呢 就是我們的主耶穌 他存在我們裡面的中間裡面 他充充滿滿有什麼呢 就有恩典和真理 這兩樣東西很重要 他是並行的 很多時候我看到 我也都發覺到 很多牧者就講到恩典 就不講真理 真理他們就講律法 已經沒有了律法了 沒有了律法 只有恩典 我們的神是有恩典的神 但是呢 就沒有講到這個真理 但是今天呢 想跟大家分享呢 這個恩典和真理 事實上呢 是並行的 這兩樣東西是並行的 這個呢 就是阿門 阿門日見過這個去的榮光 阿門是誰呢 就是我們的歌時候呢 就講著主耶穌的滿徒 今天呢 就是在說著我們 我們呢 就是見過神的榮光 在我們的世界上 我們看到神的榮光 因為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獨生子 耶穌的榮光 所以這個經文呢 就很重要的 這個經文呢 就講著 這個恩典和真理 還有我們今天 我們所講的瘟疫 是 什麼一回事呢 我們看看 首先我們看到 什麼叫做恩典 恩典呢 在我們馬太福音 十章八節的時候呢 他又跟我們講 醫治病人 叫死人復活 叫長大麻風的決定 把鬼趕出來 你們白白點得來 也要白白點捨去 意思是說什麼呢 意思是說 恩典呢是白白得著的 我們沒有條件的而得著 我們基督徒呢 就講神的恩典 就講到有事呢 就過火了 怎樣過火呢 恩典的確是白白給我們的 但是我們問一問大家 他是白白的給我們 這樣他給不給我們 行不行啊 他不給我們行不行啊 是 我們是白白拿到神的恩典 但是他不給我們行不行啊 實際他不給我們行不行啊 實際他不給我們也是行的 所以今天呢 就要跟大家講 這個恩典和真理 怎樣來講這個瘟疫的情況 記得我們 我們不能當什麼都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理所當然呢 不是說 他的恩典 他有恩典 不是說一定是給我們的 我們來看看 他是給哪個 哪種人的 我們來看看 這個恩典 是講什麼 他的律法 也是講什麼 他的真理也是講什麼 OK 這個什麼叫做律法呢 律法呢 就是講這個生命記二十八章的時候 是一個律法 律法是什麼呢 律法呢 就是你要做的 就是說 你做一件事 就好像我們的法律那樣 我們的S&P agreement 我們的迷迷約 我們一定要給 跟著有一個offer 有一個acceptance 利用方面的 這個呢 就是叫做律法 今天呢 我們的律法呢 在舊約裡面 在生命記二十八章呢 第一節 大家都好 有些在基督徒呢 久了都會明白 他講的 聽從我爺華你神的話 緊守專行他這一切的計明 就是我今天 所吩咐你的 他逼使你超乎天下民民之上 你若不聽從我爺華你神的話 不緊守專行他這一切的計明律來 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 這以下 嘴咒都逼追隨你 臨到你身上 這實在是說八個字 順我者生 熱我者亡 這件事大家都好熟悉的 你不聽話的話 我就 弄死你了 你如果是你 你聽話的話 我就怎麼來祝福你了 這件事大家都好熟悉的 這就是律法 在舊約裡面有一個律法 在生育的時候 我們講有恩典 恩典是什麼呢 白白給你的 白白我們拿到 我們拿到時候 我們白白給別人的 這個就叫做恩典 所以就沒有講條件 在瘟疫 瘟疫是什麼呢 瘟疫實際上是一個詛咒來的 這個詛咒是什麼時候來的 就是人不聽說的時候 人不聽說的時候 這次你看28章 第18節你所生的 你所生的是什麼 就是你的子女 你所產的 你的地產 以及你的牛屬羊膏 是什麼 就是你所擁有的一切 你的銀行戶口 你所擁有的一切 都逼受詛咒 什麼意思呢 就是會受到災難 會受到災難 意思是說 我們會遇到這些不好的事情 十九節 你出的仇咒 入的仇咒 就是講到出入不平安 出入不平安是什麼 就是有意外的發生 第21節 他講瘟疫 瘟疫揭在你的身上 直到它從你 將你從 所進去的 德慧的地產 滅絕 這個在說什麼呢 這個就是 說瘟疫 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瘟疫 這個瘟疫是什麼呢 這個瘟疫 代表什麼呢 代表神 發脾氣 這個就是其他的宗教 都是這樣說的 所以我看到很多那些 逆端的教導 都是這樣說的 都是在說什麼呢 就是在說神發脾氣 這個瘟疫 可以給我們一個大災難 都很感恩 因為有這些大災難 被我們每一個人都打到一巴 叫我們醒一下 醒一下 我們大家都知道 神發脾氣了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已經離氣去了 今年二十二節 這個二十八章 他的詛咒是從十五節開始的 十五節到六十八節 這幾樣東西 我是提出來的 和大家說一下 病痛 熱病 發燒 老病 肺爐 火症 聶症 刀劍 打仗 漢風 說到這些 風災 煤難 這些都是在說詛咒之一 然後我們看到塵沙 耶豪說要使你降在你地上的雨 變成什麼 變成塵沙 從天降到你身上 直到你身上 這個在說什麼 在說我們的氣索 在說煙霧 煙霧就是灰塵 這個灰塵 就會降到我們 呼吸都可能 而且甚至死亡 甚至死亡 這個瘡 皮損 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在說詛咒 在30節在說什麼呢 就是在說這些 淒利止殺 這些淒利止殺 這些我們所面對的災難 38節就說到這個 蝗蟲 我們最近也有聽到 這個 澳洲那裏有的蝗蟲 Africa那裏有的蝗蟲 所以就變成了 很多時候 我們就遇到這樣的情況 這個情況是說什麼 就是在說 第15節 就是在說 我們不聽從 也好 你神的話 不緊守 專行他這一切論禮 就是說 他所說的 我們不聽從 所以這個詛咒 就在我們的身上 今天我們講的就是這個福音 這個福音就是在新約裡面說的 這個福音 到底福音是什麼 很多時候我們問福音是什麼 所以我們說福音 福音就是在說耶穌 的確福音是在說耶穌 的 你說耶穌的什麼 就在說福音就是神的底能 福音就是神的底能 做什麼的 這個底能是做什麼的 就是來教人的 是教誰 這裏說明 恩典是教誰 這裏有講到明 教就是一切相信去的 一切相信去的 你看看這個經文裡面 在羅馬書第一章十六節 教一切相信去的 先是猶太人 效時希臘的人 最後就是你們唐人 我們的馬來人 印度人 所以這些什麼人都好 他都要教 只要你相信 他的福音 就能夠降臨給你 就能夠教你的 為什麼呢 十七節說 你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 有個因為的時候 我們能夠問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福音 有神的底能呢 因為這個是神的義 神的公義 神是神的公義 他在這個福音上顯明出來 他怎樣顯明出來呢 就是愛要人家 恩信就得生 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 只要信 我不是靠你的能力 只要信 他所為我們做的一切 他為我們做了什麼呢 實際他為我們做了 就是 我們 我們的 耶穌 為我們 釘在十字 為我們 受了認罰 為我們受了變相 為我們受了困難 受了認罰 受了變相 然後 為我們 流保血 然後 去死 三日後 他就復活了 而且 這個復活的聖靈 就要給誰呢 給那些相信的人 所以 這個相信的人 能夠做到什麼呢 就是 他的大能 就可以救我們了 這個就是福音 這個就好像 當年 埃及的時候 他們的那個門 門框裡 就放了 高藥的補血 這個高藥的補血 他們 那些死神 那些瘟神 可以說瘟疫 那些瘟神 就來到每一個人的家 如果 這個沒有 這個補血 他就會進來 那個頭一胎 就會死 不論是人 不論是動物 不論是頭一胎 他就會死 這個就是瘟疫 今天的瘟疫 也是一樣 今天的瘟疫 他就不是來看 你有沒有行過什麼好事 你有沒有行過什麼 什麼 算事 有沒有行過什麼 好事 你是誰 你是神樂園的學生 你是不是有讀過聖經 你是不是有去過訓練 不是 他就看到有沒有這個補血 你有沒有這個補血的人記 你是否有這個補血的人記 如果你有這個補血的人記 他就會越過 所以 在猶太人 他們有一個 越過的節日 這個就是 耶穌的補血 這個 新樂裡面 就是耶穌的補血 如果我們有耶穌補血 我們有一個印記 而這個印記 能夠令我們 離開黑暗的權勢 很感謝主 因為這個補血 成為 能夠成為的補血 這樣我就問了 補血 是不是呢 就代表了 今天以後呢 我們就不想遇到災難呢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成為補血 之後 我們就不想 不想能夠受到災難 不想會受到病困的折磨 不想受到這些嘴咒 是不是這樣呢 不是啊 因為答案就不是了 你們 你們答什麼我聽不到 因為你們在彭斯裡面 但是我所說的 為什麼不是呢 我們在約白書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約白書裡面 我們看 每一段經文 我們講開 我們看看這個約白是什麼人 約白就是烏死烏死地 烏死地 有一個名叫約伯 約伯 他是什麼人來的 他是一個完全正直的人 他是精偉神的 他怨你惡事的 他是好人來的 他這個人是好人來的 他不做壞事的 這個呢 誰說的呢 這個是神講的 所以很多時候呢 我們周時說 每一個人都有罪 這個人 是沒有罪的 這個聖經紀錄 這個約白是沒有罪的 他有七個兒子 三個女兒 而且他有七千羊 三千個駱駝 五百條牛 五百個墓爐 還有很多很多工人 這個人在哪裡 這個是東方人 可能是中國人 東方人 東方人 或者是香港人 可能也是香港人 東方之珠 總之他在那裏寫東方人 我不知道他們在哪裏 不知道他住在哪裏 但是他寫東方人 然後呢 他的兒子呢 很好的 他的日子很好的 他們在家裏面 很和和氣氣的 很和和的 他們就 就有周時 有大家 吃下親會 在這個親會過後 約白就很注重這件事的 他就 他經常很自決 他怕得罪神 他經常做了這個判債 憲債 憲債做什麼呢 就怕他的兒子犯罪罪 不知道有沒有罪都好 憲債 不要讓他們 如果有罪的話 就洗乾淨 所以他們憲債的時候 湯咬啊 湯羊啊 他們當時呢 就是拿來 洗罪的 約白就常常這樣做的 但是有一天 有一天 神的眾子 神的眾子 就是神的天使 他來到耶穫華的面前 就是來到神的面前 他是沙丹來的 他在其中 沙丹在其中 就是 天使天兵 很多 天使呢 有身分之義的天使 就是叫做好的天使 有身分之義的 就是叫做不好的天使 不好的天使 就是什麼呢 就是抵擋神的旨意 沙丹就叫做抵擋神的旨意 沙丹就叫做抵擋神的旨意 在生育裡面 我們要看到 彼得 彼得是耶穌的門徒 彼得很疼的門徒 彼得很疼的門徒 彼得做什麼呢 彼得做為沙丹 叫彼得做為沙丹 你站在我 因為你不懂得神的旨意 他是抵擋神的旨意 所以這個沙丹魔鬼 對我們來說 我們搞清楚 他就不是好像說 我們電影的所謂的魔鬼 那些鬼 飛來飛去 很恐怖 不是啊 這個魔鬼 他可以在天堂 在地上 他可以飛來飛去 這個我怎麼說呢 在第七節 第七節的時候 耶穌說 沙丹說 你從那裡來 沙丹回答 怎麼說 我從地上 走來走去 旺返以來 他在天堂地上 走來走去 這個沙丹就是天使來的 就是神的創造物 但是他是抵擋神的旨意 他是不相信神的旨意的 這個 這個 大家要了解 這個 誰是沙丹呢 沙丹呢 就不是以為 不是這個 世界我們所明白的 所了解的 就是那些 電影做的那些鬼 由京江 由京這些 這個沙丹呢 就不是京江的 他只不過抵擋神的旨意 他反而自己要佛光 我說到 有一個 段經文 他有佛光 這個沙丹是佛光的 為什麼沙丹佛光 有些人問我 但是沙丹呢 因為我們 就不明白 我們以為沙丹呢 就是那些 那些 世界上 所影化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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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聖經所說的沙丹呢 就不是啊 我們的沙丹呢 就說著 他就是 他就是 天使 但是 他們呢 就跌下來的 他呢 就 耶穫說呢 就跟沙丹說的 你曾用心 查看我的仆人 若伯沒有 地上再沒有人 讓他完全正直 驚為神 願來惡事 這個是神證明的 我們怎麼知道 若伯沒有做遺事呢 我不知道的 他有沒有做遺事 我不知道 但是呢 神說他的 的確他沒有做遺事 他是怨你惡事的 所以這件事呢 我們要在 若伯的身上 學習 沙丹呢 就回答了 耶穫說 若伯敬為神 他不是無辜的呢 你以為他無辜無辜的 當然有 為什麼呢 你祝福他 你找泥巴 來圍住他 你圍住他 而且 你去一切所有的 你都賜他福 你的家產 地上都爭多 都大小 所以呢 你試一下 你伸手 毀去的一切所有的 我跟你說 我包你 他不理睬你的 他當面就會離棄你了 這個沙丹呢 他的看法呢 和神的看法不同 他看到 人呢 原來 敬拜神呢 是有目標的 如果沒有目標 他哪裡會理睬你呢 所以呢 你約給他 當然是 你對待他 當然是 所以 變成了 他就 你試一下 拿走他 所有 看他 還理你 怎麼對沙丹呢 怎麼對沙丹說呢 凡去所有的 都在你手中 事實上 今天 我們的世界 所有的在沙丹 為什麼在你手中呢 因為 我們的阿湯 全賣給他 我們全賣給他 我們全賣給他 就算是去的 所以 他說 他也是在你的手中 他所擁有的一切 都是你 你 你 要怎樣做 但是 你有用的 你不能加害 你不要害他 你拿走他的產業 可以 你不要害他 於是 沙丹呢 從耶華面前退去 退到去 怎樣呢 他就做功了 在十三節 他的獎傾 在這裡吃渴的時候 有人 就報信給他 約白 為什麼呢 你說 牛正在根地的時候 勞在旁邊吃草的時候 跟著 斯巴人突然衝來了 又強盜衝來了 把這些勝出 脫去 即是他擁有的東西 就被人搶走了 唯一 我一個人 逃脫來報信給你 跟著 沒多久 就來了 神 他們那時候 他們以為 什麼都是神做的 好的 又是神給的 壞的 都是給神給的 因為他們不懂得沙丹 他們不懂得沙丹 神從天上降下來 這個人說的 他根本都不知道 有沙丹這回事 但這個誰給的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的 就是 這個是沙丹給的 沙丹呢 天上降下火來 將群羊和報仁都消滅了 唯一我一個人 逃脫 將來報信給你 接著 十七節 沒多久 有人來講 加勒底人 分了三隊 突然衝來了 把爐 駱駝 用刀 殺了他報仁 唯一一個人 他來報信不去 這樣 雲出話的時候 他整個余淚 正在他的長兄家裡 在那裡 不料有狂風來 有狂風來 擊打他的防空 四角 全部都 可以說一句 一句說話 說細 就全部都陷害了 所以來到這裡的時候 你們看到 翼伯就很激心 他就撕裂他的外部 太多頭 負在地上下拜 去來拜神 這個翼伯呢 我們在翼伯身上 在這個災難中,他沒有怨神,沒有鬧神,他怎樣做呢? 他就謙卑自己來拜神,我們有創造民民的神 在21節說這句話,我們就知道若伯不明白有一個沙丹這個人 今天我們知道有沙丹,去的時候他也知道有沙丹說 我赤身著以母胎,也迫赤身歸回床次我的耶和華 收取的又是耶和華,耶和華應當清索的,有你無你都好,他清索耶和華 意思是說,耶和華給他的,耶和華拿回是應該的 但是你知道,拿走的就不是耶和華,拿走的就不是我們的上帝 誰是拿走的?大家明白嗎?誰是拿走的? 拿走的就是沙丹,沙丹就是拿走他的一切 所以到那個時候,若伯是沒有犯罪的,神也沒有留神的 所以到第二次,第二章,第二章的神就在這個 在他天使天軍裏面,沙丹又來了,又來了,又來了 又來了,又來了,又來了,又是地上有岸泛以來 所以第三章,你看看我的寶仁玉伯,你怎麼看呢? 他是完全積極的,他什麼都沒有了,他不是禮拜我 他什麼都沒有了,這陣子都禮拜我 你看看,你毀滅了,你仍然,他的純正都沒有毀滅到,OK? 然後沙丹就打他,哎呀,他在說什麼,第四節是說什麼? 簡單的說一句,你知不知道,這些針不刺到肉就不會痛 這些人說的,針不刺到肉就不會痛 你試試看,刺到肉體,弄到肉體,看他從彩面沒有 現在我們拿走他的財產是新外物來的,拿走他的財產是新外物 你試試看,整一下他一批,你整一下一批 有一件事,我跟大家說的,你看看,第六節,耶和華怎麼回答呢? 他在你的手中,就是說,去沙丹呢,我叫耶和華,我叫上帝 這樣來毀滅他,但是上帝做不到這點的,你記得,上帝做不到的 上帝是來給生命我們的,他不會拿取生命的 誰拿取生命的?就是沙丹拿取生命 沙丹來做毀毀,他是做什麼?他是做創造的 他不要做毀毀的工作,但是魔鬼就是做毀毀的工作 他就是來賜福於我們的,他不要偷的,但是沙丹來做什麼? 沙丹來做偷虧的,所以我們今天可以認識到這個沙丹 這個沙丹在約翰福音十章十節的時候,耶穌都教我們 盜察你做什麼?盜察你做殺害的工作,你做毀毀的工作 還有你做什麼?你做脫取生命,你偷的工作 你偷,你殺害,你做毀毀的工作 這個就是耶穌跟我們說,這個是沙丹的工作 但是神是做什麼?他來做給你的生命,而且給你更加豐盛的生命 這個就是我們的神 所以那時候,約伯就不懂得這個神是誰 他是怎樣的性格,他不知道的 他那時候以為,好的也是神比的,壞的也是神比的 這個就是他所看到的東西 然後沙丹,第七集,沙丹擊打約伯 從他的腳掌到頭頂,心都掌上毒瘡了,已經不見了 那時候他用鴉片來挖身體 然後他的老婆怎麼說呢?他老婆說 你仍然守住你的神徵嗎? 唉呀,忘記了他,死了他,掉了他,這件事還信呢? 信不過的,這個神信不過的,這個像不像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呢,我們旁邊的人呢,遇到這個瘟疫的時候呢? 你的神在哪裡啊?又說教你的? 所以就變成了,你不要再去啦,你死了 這個呢,就是,我跟你說,就是沙丹的試騰 我們每一個基督徒呢,我們會遇到試騰和事業 這個是試騰,試騰是什麼呢?就是愛我們離開神 所以這個魔鬼呢,他可以沙丹呢,他就拿這個瘟疫來叫我們離開神 離棄神,好像今天我們的聚會 他叫我們不要去聚會啦,但是呢,很感謝主 魔鬼就伸了一個門,但是呢,我們今天基督徒就開了一個門 今天我們很多Live的,今天呢,我現在呢,也都做這個視頻 可以用WhatsApp啊,用Facebook啊,可以丟出去,把這個神的訊息交給大家 我們聽到神的訊息的時候呢,我們要記得,我們要來更加的親近神 不要離棄神,因為呢,這個魔鬼呢,是愛我們離棄神的 所以我們要記得,我們今天正在移動這個試騰 我千萬不要踏落這個魔鬼的試騰 我們要更加的親近神 第十節呢,若伯呢,就這樣對他的太太說了 對老婆這樣說了,你這個兒魂的婦人啊 你不知道呢,我們從神的手來得福 我們現在受禍都應該的啦 我們不應該這樣愧望神的嘛 所以他呢,在這件事上呢,他沒有得罪神 神講very good,神講very good 所以我們要記得,我們在這個瘟疫裡面呢 我們呢,我們呢,都是來敬佩神 因為我們知道,這件事呢,就是神要做的事 但是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很多時候呢,我們沒有答案 在三十八章啊,我們一跳跳到三十八章 在第三章到第三十七章呢 他有說到呢,就是很多世界講的說話 我用射出去,是簡單的來說呢 很多人呢,就是這樣說 哎呀,你一定犯罪啦 你一定犯罪啦,跟我們今天一樣 我們今天呢,我們犯罪啦 我們犯罪啦,我們犯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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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樣事情,是一起走的 我們去看看三十八章 在三十八章的時候呢 上帝呢就這樣跟弱伯說 弱伯是怎樣說的呢 然後他在旋風啊 在打風的時候,他回答弱伯 他在打風的時候,回答弱伯 他說,誰用無知的緣意,使我之眼眉不明呢 你現在是用事,足以惡問你 你可以指示我 他就這樣跟約伯說,我立地基根基的時候,你在哪裏? 如果你有聰明,你回答我吧,你的地基是怎樣打的? 你知道嗎?好像我們建屋,我們是打地基的,對不對? 地基用那些鐵,用那些石頭,用那些打地樁,打地基,我們建屋就知道了 但是我問你,我們的地球是怎樣打地基的呢? 怎樣做?你在哪裏?我打地基的時候,你在哪裏? 然後你曉得,誰定這個尺度,用那些繩子拉在旗上,地的根基是安在何處? 腳石在哪裏?誰放啊? 陳勝一同歌唱的時候,神力宗子一都歡呼,海水衝出而同推船 那時候,誰將他軍敗呢? 問這些東西,就好像大人問小弟哥 為什麼會下水啊?為什麼會這些東西啊? 真的,怎麼來回答啊? 若白就沒有辦法回答他了 你們看看,你曾到海原,在深夜隱蔽處走過嗎? 你死亡的門,你有沒有去過啊?死亡的門,你有沒有去過啊? 說這些東西,你有沒有去過雪房啊? 你有沒有看到我裝的東西啊? 說到這些東西,真是啞口無緣了,若白啞口無緣了 若白以為他很正義,說你不應該啊,你不應該這樣來懲罰我的啊? 你不應該這樣懲罰我的啊? 我不餓,我都沒有做錯的,我都沒有做錯的 若白一直這樣說,他的朋友說你一定有做錯的,你一定有做錯的 但是若白一直說沒有做錯的,這時候呢,神也沒有說他做錯的 神也沒有說他做錯的,因為他說他是對的,他是正義的 但是他為什麼會這樣做呢?你不明白的 所以為什麼有這個瘋子呢?我們不明白的 就是有他的旨意,我相信呢,神是有旨意在那些愛他的人的身上 所以今天呢,我們看到,若白這樣回答 這個呢,我們就在學識,若白這樣怎麼回答呢? 我知道你問事都能夠,你的旨意不能難做 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 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你這時太奇妙了 是我不知道的,求你聽我,我越說我問你,求你指示我 我以前呢,豐文有你啊,OK? 但是呢,今天我的親眼看到你,因此我怨惡自己 在陳土華盧灰中,報悔甲 這個呢,就是和大家說了 真的,我們呢,很多時候呢,我們不知道神的旨意 很多時候呢,今天呢,我們看到呢 很多時候我們經歷這個辛苦的時候呢 我們呢,才親自的經歷我們的主耶穌 我們親自的經歷主耶穌 所以今天我們看看這個羅馬書 啊,第八章十三同誓十四節 是說,如果我們順暢肉體活著的呢,我們就會死的 如果我們構造聖靈致死的身體,惡行呢 必要活著,因為奉備神的令印度的,都是神的兒子 你是否是神的兒女? 那,你是不是神的兒女?你要問 你有沒有被聖靈引導呢? 你有沒有被聖靈帶領呢? 那,很多時候呢,我們沒有被聖靈帶領 我們不是神的兒女的,我們是什麼兒女呢? 我們呢,是魔鬼的兒女 為什麼我說我們是魔鬼的兒女呢? 因為我們很厲害在說謊 你知不知道我首次有這麼說的 神呢,是做不到心的事情 那心的事情呢?就是他不可以說謊的 為什麼你不可以說謊呢? 因為他是真理的嘛,他怎麼可以說謊 但是呢,我們說謊就很厲害的 所以我們呢,就跟沙丹一樣 我們說謊就一厲害到死 他呢,就不是路的,因為他就是那條道路來的 但是很多時候呢,基督徒呢 連這條道路是怎樣的,他都不知道 他呢,跟著呢,第三呢 就是去不了死的 為什麼去不了死呢? 就是給生命的神 他就是刺激生命的 就是我們今天呢,我們的沙丹就是 拿人家的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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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我們的神就不准許去拿 因為這個主權呢,在神的手中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如果我們是順從聖令而行的 聖令是什麼呢? 聖令就是神所說的華語 就是神的華語 神的道 就是講他的真理 講他的恩典 如果我們今天在神的國裡面呢 我們怎樣能夠在神的國裡面呢? 只要相信啊 所以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 這個就是很重要的經文 今天呢,我們遇到這個瘟疫呢 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這個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 他講你們當信服神 要信他而已 你要信神啊 所以你要信神啊 他講,我實在告訴你 無論何人對者座申索 你拿開子地,頭到你去 他若心裡不疑惑 只信他所說的逼成 就逼給他成了 所以我告訴你們 凡你們討好祈求的 無論什麼 只要信是得著 你就得著 很多時候,我們求什麼呢? 我求主啊,醫治我啦 你這樣說呢,你就不信了 為什麼呢? 因為神已經醫治了我們 因他的邊相我們已經得了醫治 他已經受到憑法 受到邊相 今天我們在這個時代呢 是神的恩典的時代呢 因為他已經緊選了我們 他的保血已經幫我們做到一個新藥 就是緊選了我們做的兒女 今天呢,我們不會為這個病痛而祈禱 很多時候我們會為這個病痛而祈禱 我們會為這些病者祈禱 為這些求主醫治我們 你這樣說的時候呢,你就不信於主了 因為耶穌已經成了 他在十字架做了食療 他叫我們什麼呢? 吩咐 我們要來吩咐醫治 我們今天的身份是什麼呢? 我們是神的兒女的身份 我們的神的兒女的身份呢 我們就不是求醫治 而我們要吩咐醫治 我們不是看這個病痛 不是看這個瘟疫 而要來控制這個瘟疫 而在用我們的說話 我們的權病 我們要來吩咐這個病痛 離開我們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做宣告的工作 而不是來求神 因為神已經做了 我們要做的是什麼呢? 我們要來信服神 信服神的旨意 而且我們要學會抵擋這個魔鬼 魔鬼叫我們什麼? 魔鬼叫我們恐懼 給我們恐懼 把這些病痛給我們驚 哇!這個病很嚴重 很厲害 當我們這樣說的時候 我們就在詠咬這個魔鬼 詠咬這個病兔 所以今天我們不要詠咬這個病兔 我們要來控制這個病兔 我們要來吩咐這個病兔 這個病鬼 這個魔鬼 這個病魔 離開我們 這個圍困離開我們 神這樣以聖靈和能力高 這個拿薩德人耶穌 這都是你們知道的 去周流四方行善事 醫好被魔鬼壓制的人 魔鬼壓制的人 很多人說鬼上山 魔鬼都可以說到病魔 病魔來困綁人家 因為今天我們有這個權病 有神同罪我們就有這個權病 我們要釋放這些被魔鬼控制的 不要以為你是基督徒 你已經是 你已經是 怎麼說 有醫治的大能 你就在神的國裡面留 神的國 和你得醫治 就不同了 所以我講到有恩典 很多人說到恩典 我們沒有多律法 不是 我們有恩典 有律法 這個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節怎麼說呢 馬太福有七章二十一節呢 就是這樣說的 焚青虎我主的 主有些人不能進天國 哎 不能進天國 那些人是誰來的 那些人就是這樣 我逢你的名字趕鬼 我逢你的名字前導 我逢你的名字 做義很多疑能 有神益其事跟隨我 但是耶穌說 我不認識你 為什麼耶穌不認識你呢 因為他在二十一節的時候這樣說 唯獨串行我天父子的人才能進去 意思是說什麼呢 意思是說我們要串行神的自己 就是串行這個神的律法 這個神的律法就很重要了 所以就變成了 很多時候呢 我們能夠得著於智 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靠我們串行律法 是因為我們對神的有信心 對耶穌有信心 為什麼有信心呢 因為他已經為我們而定在十字架 我們對這個福音有信心 我們得著意志 我們吩咐意志 我們就得著意志 我們相信意志 我們就能夠得著意志 但是這個不代表 不代表我們能夠進入這個神的國 神的國是什麼呢 神的國就是我們去專行神的國 我們聽神的旨意 專行神的旨意 這個就是 我們先說的 道成了肉身 神的話語 成了肉身 他住在我們中間 滿滿有恩典有真理的 所以我們見過他永江 正是復讀生子的永江 就是有真理有恩典 所以說到這個 《約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節呢 就是講到神的愛 神愛我們 我們要愛神 怎麼來愛神呢 就是專行他的命令 他的命令是什麼呢 就是尊守他的旨意 如果你尊守他的旨意的話 你就是叫做愛他的 愛我的 必猛我夫愛他 我也愛他 並且要向他全面 耶穌回答什麼呢 十四章二十三節呢 人若愛我 就必尊守我的道 我扶入必愛他 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去 最重要的 當我們這樣跟神有這種愛的關係的時候呢 他告訴我們 他留下這個平安 這個平安呢 就不是世界所說的平安 而這個平安呢 是神賜給我們的 他賜的 在這個困難之中 我們有平安 我們不需要憂愁的 也不需要膽怯的 我們呢 我相信這個啟示錄 十一章十五節去講 世上的國會成為基督的國 當我們每一個人 叫耶穌掌權的時候呢 他就做我們的國王 所以今天呢 我們在這個瘟疫的情況呢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上帝要來掌權了 在這個啟示錄 我們看到 上帝要來掌權了 所以今天呢 我們從我們開始 從我們基督徒開始 他叫一切 天上的 地上的 地底下的 因耶穌的名 無不屈失 無不考稱耶穌基督為主 使永遠歸於我們的父神 Amen Amen 所以今天呢 我希望呢 大家在當中 聽到這個訊息之後呢 不需要怕這個瘟疫 不需要怕瘟疫 今天我們呢 我們呢 需要來到耶穌的面前 我們這樣來祈禱 主耶穌基督 從今開始 我稱你為主為神 你是我的阿爸天父 你來掌權 我把我們的心思 我們的意念 完全地教託 因為我們相信你 我相信你來掌權 我們要在你的國裡面 給你管理 因為我們相信 你就是我們 要尋求的生命 要尋求的真理 道路和生命 我們完全地相信你 因為我們相信 我們能夠得著 在這個道路裡面 我們能夠得著 這個豐盛的生命 我們要與主同在 直到會永 我們這樣祈禱 奉入耶穌德式之名 Amen Hallelujah